最专业的房地产知识 都在好房网YouTube频道 马上订阅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架通知你 我们讲说目前市面上的众位公司 其实非常多 对 但是消费者可能有些会以为说 是不是每一家仲介都有对 物矿或者是产权等等 都有提供保障 我们这边看了一下 这边大概有十个品牌 我们看大家都有的是什么 你们去了解的十家品牌 差不多有十家品牌 价经履约保证 这件事情应该是属于 现在不动产交易的一个标配 会不会透过银行做价经履约保证 但中间还有一些差异的细节 待会后面有再针对这一项说明 另外就是产权调查 这个看起来每一家 应该也是标配 也是标配 但是它还是有些每每每每每每的差别 就是每个你产审到的细节 有到范围不同 好那我们先过来看污矿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表里面 有提供污矿最常碰到的漏水 绿离子 辐射跟胸宅 看起来市场上只有我们公司 跟另外一家紫营的中间品牌 有提供 那其他的加盟品牌 其实是没有提供 这些相关的保障 好那另外刚刚提到增房价 就只有我们公司有 好那我们就来讲 房子瑕刺的部分 然后我们从漏水先谈好了 就是我们提供的漏水跟其他品牌的差别在哪 好我们公司在漏水 因为中 第一个怎么讲 为什么要提供漏水保障 因为我们是中古 中古在台湾的环境 最常发生其实就是漏水 那些漏水是最烦的 而且漏水还有很多形态 一种是我们家自己漏 我家的窗台漏进来 我家的阳台漏进来 一种是我家漏楼下 一种是楼上漏我家 那种我家漏楼下 或者楼上漏我家 这种最烦的 因为它是藏在天花板里 还要协调的问题 而且还要跟邻居沟通 对没错 这是一个 那我们讲说 我们先讲保障 保障部分我们公司的特色 跟其他不一样在哪里 我先讲我们公司提供的漏水保障 是目前全国房价业规格最高的 第一个我们是不限屋宁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不限屋宁 因为其实双北地区 大概房子几乎平均都超过三十年 所以我看到另外一个品牌 新房屋的品牌 他们虽然有提供物的瑕疵的保障 但是它是只限屋林 在三十年内的老房子 它才提供漏水保障 对 可是是不是 大部分房子都需要超过三十年 才比较会漏水的问题 以我们自己交易的经验 其实双北地区 因为二十几年的房子 其实还好 还好 对 其实 当然二十年以上 就有那种风险 就有这种风险 那三四十年的更严重 对 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问题是双北的老房子很多 三四十年的房子真的超多的 所以我们提供不限屋林这件事情 其实是让消费者在买的过程 因为买房子 因为你说修漏水 是不是消费者常常会修到 其实并不会 他也不常有这种经验 对 那透过我们这个保障 而且我们给的费用是相当高 我们是给最高三十万元的修复 而且我们的修占厂商是有弹性的 不会说你一定要用我的 你也可以用消费者你自己找的 对 只要是工法工序 当然你客观合理 就是说这个地方基本上 在这样的程度底下修占 就可以完成了 那你不用做到太超过的 这样的标准 所以刺激你意思是说 假设我今天买完房子的时候 你跟我说屋主也告知说没有漏水 那其实那个漏水不是他 也不是仲介故意要隐瞒 因为屋主说没有的话 我们也不一定察觉得出来吗 或者是漏水 它可能是要累积累积累积一段时间 你会看到的 才会发现的 所以如果我买了之后 住进去一段时间 发现它是有漏水的 你们公司会提供修缮费 最高提供30万 就要把它修到好 对 那为什么给它6个月 因为其实住进去之后 各种气候可能都会碰到 所以其实就会现成原型 6个月内 6个月的时间 对有发现提出来 我们就会协助来做这个的出益 对那我想这个 其实也在市场上得到很多消费 这个规格应该算是在中节里头最高的 对不清楚之前 大家只听标题说 我也有漏水保固 他说我也有漏水保固 可是你光听这个其实是不知道的 如果你知道内容之后 很多消费者就会选择来跟公司进行交易 所以不限物理很重要 因为通常都三四十年弄老房子 漏水的问题比较严重 当然也不是说一二十年房子不会漏水 只是三四十年是更需要保障的 更需要保证的 那我们来讲这个漏水 我们经常台语有句话说 他先怕地涨 中婆先怕主导 头水先怕涼老 所以这个漏水真的很烦 操盘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